超强台风马娃在即将登陆中国海岸线时 却突然一个急沙转向日本飘去 难道中国真会控风数吗 说在5月20号 今年第一个超强台风马娃在太平洋洋面上诞生了 并开始往西北方向缓缓移动 它途经美国关岛 菲律宾宋岛 在大肆破坏了关岛的电力系统 给两地带去了狂风暴雨之后 继续慢慢的往咱中国台湾声飘来 而且啊 它的强度也在一点一点提升 在诞生最初它的中心最大风力只有8级 等它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 已经上升到中心最大风力17级了 所有人都以为台风马娃会就此登陆中国 连专家都预测 马娃将席卷中国的台湾 福建以及浙江 这时 它却突然减速调转方向 本来一直往西北方向走了10天 却在5月31号的时候紧急转弯 去了东北方向的日本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把台风推向的另一边 这次转向 打得日本是一个措手不及 台风带来的大量水汽给日本带去的强风暴雨 停工停产不说 还让日本的靖岗县 爱之县 三重县和戈山县 神奈川县 祁域县 慈城县等地的多条河流超过泛滥紧接水位 严重的还引发了洪水泛滥 山体滑坡 房屋倒塌等灾害 据统计 台风马娃导致日本三人死亡 四人失踪 42人受伤 约200万人收到紧急避难通知 最终 日本损失惨重 而中国毫发无损 面对这次转向 日本网友直呼 中国会控风数 为啥日本网友会认为中国会控风数呢 日本网友之所以有中国会控风数的说法 是因为 类似台风马娃的转向事件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比如17年7月的超强台风南马都 它的行进方向 原本是直直地朝着中国华北地区前进 当地民众都做好了防台风放长假的准备 可台风却在快靠近中国沿海的时候 直进一个90度的大转弯 直直飘向了日本 前去摧毁日本城市 同样是在17年 在9月份诞生的超强台风泰利 本来也跟马娃一样 从菲律宾那边气势汹汹地向中国报道台湾飘来 却在14号左右的时候 惊险地擦着台湾的边面 向着日本意气绝尘地飘去 给日本带去了狂风暴雨 更夸张的是 21年的台风灿毒更是转了两次 它本沿着西北方向飘向中国 在靠近台湾的时候 开始第一次转向 直直地往北上飘到上海 在上海附近 又已近似90度的夹角转向日本 当然 控风树的受害者不只有日本 韩国也是其中之一 18年的超强台风康尼 在靠近我国沿海地区后 就突然转向东北方向 没有飘进日本 却最终飘进韩国 在韩国的青上南道沿海登陆 导致韩国釜山 5.5万座房屋断电 两人失踪 日本自然也难以幸免 最终有一人死亡 22人受伤 台风一而再 再而三地在中国边境击杀拐弯 难道这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为啥台风走往日本吹 却不去中国 难道中国真的会控风树 控风树一说实在是太过于天方夜谭 台风之所以频频转向 主要是为两个原因 前有蓝鹿虎 后有引力绳 台风马娃再来到中国沿海的时候 是在突然减速之后再转向的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上 有一道天然的防御结界 它就是所谓的 负热带高压 台风撞不过 反而被撞得减了速 当原本主导其前进方向的引导气流偏弱 而前进方向上又巨大的蓝鹿虎时 前路不通 台风不得不改道而行 自然就会转弯了 那为啥台风不往别的地方走 翩翩飘向日本呢 这就要说到台风后面的引力绳了 台风的行进 其实是被周围各种不同的风推着走的 而所谓的中国控风树 实际上是受三股力量的互相影响 分别是盛行西风 日本高压气泉 和东亚寄风 这三股力量可谓是相辅相成 首先呢 盛行西风是在北纬30度 从中国内陆吹向东南沿海的风 台风被附着带高压拦住之后 先是被盛行西风吹出中国 开始靠向日本 接下来就是朝鲜半岛 和日本东部海域的高压反气泉发挥作用了 它地处北半球 在地球偏向力的作用下 始终进行顺时针旋转 牵引着台风慢慢飘进日本海域 最后 还有北纬20度的东亚寄风的功劳 它顺着高压气泉的方向吹 宛如火上浇油 生怕着气旋旋转的不够快 抓不住台风 这三股力量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台风牢牢地吸进漩涡中央的日本 我是X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